小筷子 我是Akifa 母親節又快到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做一個無花泥 只是用花瓶做到的 母親節康禮卿小筷子 看完我們的影片 還可以按一下link 來訂購鮮花花菜 一至兩天就會送到你家 你也可以親自試做這個小筷子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小筷子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們的IG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就可以收到更新的資訊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看看怎樣做這個小擺設 Let's go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康乃興 來做母親節的主題法 大家又知不知 我們會用康乃興來代表母親節呢 在1905年的時候 美國的安娜小姐 成功爭取了每年5月的 第二個星期日 成為了母親節 而她媽媽最愛的康乃興花 成為了母親節的代表花花 我們今天就會有 來自荷蘭的紫色康乃興 這是淡紫色來的 然後我們會有另外一隻 來自越南的粉雪山玫瑰 一個很溫柔的粉紅色 就像媽媽一樣的溫柔 之後還有我們的油加利葉 和代表堅韻的白色辣梅 這些都是很象徵到媽媽的身份 我們今天的工具會用到我們的花瓶 之後還有我們的花紙 還有最重要最重要 我們今天會用到透明膠紙 我們今天會用一個 眉花泥插花的方法 所有花花都會直接插到花瓶裏面 就可以令到它直接吸水 為了可以令到花材容易固定 我們就會用膠紙 將花瓶口去分不同的區域 我們會選擇用兩至三條的透明膠帶 分開它們不同的區域 像現在這樣貼上去 通常一般 像我這個上一大花瓶 三條膠紙就應該可以了 當然如果花瓶口再大一點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九宮甲 貼多一點膠紙 但是記住 分區就不可以太細 如果太細的話 就很難插入花花 像現在這樣 我分好區域之後 我就會用透明膠帶 沿著花瓶口 貼一圈 令到它的膠紙可以固定 我這樣拿起之後 它都不會掉下來 那就安全穩陣了 現在開始 我們就會加入花花和葉葉 我們首先會用葉材打底 我們今天的葉材就是油加利 油加利會有很多不同的分鴉 我們通常會將它的分鴉剪開 大概需要幾長左右 我就會建議不要超過花瓶兩至三倍的高度 如果太高的話 就會有一種向下跌的感覺 它會有一種壓迫感 這樣會令到整個花 就會有一個令你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兩至三倍的高度 好像現在我花瓶的兩倍至三倍左右的高度 就已經對 花瓶口下面的所有葉 我們就要清除它 油加利我們可以向上推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地去除了它的葉 我們之後呢 入花瓶的位置 記得要斜剪腳 我們就可以放一枝花進去 這樣去放了我們的花花進去 好像我們這樣現在 記住記住 為什麼一定要去花瓶口下面的葉 因為我們碰到水的話 它們如果在下面 它的水浸了在葉的時候 就會令到細菌滋生和葉會腐爛 這樣就會影響花瓶的水質 那些花就會維持得不健康 不乾淨的啦 所以花瓶口以下的葉 必須要去乾淨它 就可以把他們切開 油加利鋪設了我們大概想要的闌度和高度 之後就可以加入新鮮花 鮮花會比4 chunks 今天首先会有粉红色的玫瑰和康拉卿 都会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选一些玫瑰 花头比较开都比较大 可以放在一个比较矮 贴近花枕口的位置作为主花 放在中间的位置 就会被人作为视角的中心点 如果要剪的话 我们要看看花枕口和枝花的高度 不要太高 离花枕口太高 这枝如果是最大的花 我们之后就斜剪脚 那也是啦 所有花枕口以下的叶要全部清除 之后就放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让它成为一个焦点的主花 让它四方八面都可以看到花枕 然后有些花会比较小颗 我们可以用来作为一个高度 加入它的花枕 同样地所有叶要去除 叶到花枕口下面的叶 然后也是斜斜脚 然后我们可以加入它的高度 这样 花就会有高矮层次 当然我们中间都会有些区域 可以放其他不同的花 我们中间可以放多一层中间的花 令到它有高、中、低、每个位置都有花 那我们就可以放其他花 那我们就可以放在一个中间的花 然后我们把花枕放在不同的高中间的花 把花枕放在不同的位置都有不同高度的花 那就是有高、有低、有中间的花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汪奶卿了 汪奶卿它就是作为我们第二的主花 我們同樣可以用玫瑰的高中低插法 不過留意的話 玫瑰和玫瑰就不要同一個高度 不要同一個位置 不然就像花疊的花 這樣就會有一個死板和外打的感覺 可能好像這些 你會發現有些空間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放一枝玫瑰下去 我可以讓它稍微低的位置 又或者可能一些空間很輕 我想放在高的位置 可以放在玫瑰上 高也可以 低一點也可以 但是千萬不要同一個位置 同一個高度這樣插 這樣就會有一種很重複壓迫的感覺 就是利用高、高、中、低的插法 去展示了一個不同的層次和角度 四周圍都可以加入我們的康乃興和玫瑰進去 在我們不同的角度的時候 都會看到有不同的主花 好了 我們最後可以加入我們的蠟梅 做一個點綴的花 把蠟梅放在不同的位置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提示 有時候你們覺得 插花為什麼我插完之後 和花蠣絲插完完全有些不同的感覺 為什麼我們全部都很迫很向上山 但是花蠣絲有一種向橫的感覺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會利用一些點綴的碎花 我們會選擇打平 打橫的插入花瓶 而不是打直的放進去 就好像現在這樣 我們會打橫的放進花瓶裡面 令到它向橫的空間擴大一點 不會只是純粹 好像向上插入花一樣 如果我只是向上插入花 它就只會有一個向高的感覺 但是如果我同時地 做一些向橫發展的花花 它就會有些向外伸展的感覺 就好像現在這樣 我只是加了高的花 它就會有向上 現在向橫的花 就會有擴展的感覺 就好 辣梅 可以放在高一點的位置 因為它比較小 它不會阻礙到你會想 玫瑰和康乃馨 如果大家很稳固地把花花拆進去 就可以像我這樣倒轉 花瓶也不會掉下來 如果是這樣插花的話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去換水的時候 花花也不會因為我們倒水 而會變形 你的造型就可以保持漂亮的 就是和你一開始做的一模一樣 我們今天母親節的康乃馨台花就做好了 好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千萬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然後呢就要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仔 告訴他們這裡有免費的鮮花教學 千萬不要忘記 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和我們的IG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逢星期六會出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這個位置按訂閱 還有按下面的鐘仔 成為我們的會員之後 會收到我們第一時間的information 有時間的話 還可以上我們的網頁 看更多關於鮮花教學班 和鮮花資訊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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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星期五會 塊 去